喂 妈 过几天我就带芳芳回去看你啊 哎呀 什么呀 不是我们公司的前总 前顺芳 是我们公司的新员工 陈晓峰 可怕了 而且对我特别贴心 妈 她这几天不是去广州出差了吗 本来说要回来陪我过生日 结果有事耽搁了 但是啊 可细心了 说是给我用了一个快递 要给我一个惊喜 啊 什么 你来看我了 妈 你到哪儿了 别着急啊 我去接你 你老跟我干啥 挂嘴了 也不是我推的 卡不卡的 我求求你了 行不行 啊 赵芳 我求求你了 你回家吧 行不行 我不回 我陪陪你 陪我干啥呀 这是不有小米粒快递 有啊 我陪快递 这样啊 我破例了 我破例了 让你把这个快递拿走 你亲自给小米这送过去 行不行 你还需要 这平时都要长人家的人了 咋今天不愿意去他家了呢 主要是他不让我进 你不是烦你 你太烦你了 快点啊 敬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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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顺风的快递啊 记住 一定本人签收 好 行 你在这看点 我出去的 你干啥去啊 小四不犯痛风了吗 我去看看的 昨天晚上 还吃火锅 那你快去吧 去吧 放心吧 谁快递啊 顺风的 玩儿姑姑的啊 是跟顺风有关系的 就是你二姑姑的啊 就这个顺风快递公司 也是你二姑姑的吧 看看 这写的不明明板板的嘛 记贱人 风风 但是你收贱人 你看清楚了 那也不是二比例啊 是赵铁丹 赵铁丹 咋的你认识啊 我咋不认识的啊 我二姑姑他们公司的 这个赵铁丹啊 长得漂亮 带劲 我二姑因为他 天天跟我二姑干账 怀疑他俩有情况 你知道吗 有情况人家 赵铁丹能搬到咱们小区里住啊 搬这儿来了 这事指定是咱那儿 有句话说得好 哪句 最危险的地方 就是最安全的 小玩骨头尖的啊 骨头尖的呢 啊 你才超十八火啥呢 大老院就听见了 咋的 不让你上我家 怕吵着我大外上睡觉 你跑这儿来吵出来了 以后我注意啊 你小俩 哪个是我的快递啊 这个是顺丰的 这个是你的快递 那正好都给我吧 我给我二姐夫拿回去 你可拉倒吧 这不是你二姐的 这是你赵姐的 赵姐 赵姐是谁啊 那个 你二姐夫公司是不是有一个叫赵铁丹的 对呀 我二姐夫秘书啊 看看看看看看啊 风风 寄给赵铁丹的 不是你二姐夫寄给你二姐的 那他能给他寄的啥呢 打开看看不就知道了吗 来打开打开 哎哎这啥呢 想啥呢打开 我这保安 我看快递的 你当着我面儿给你打开呢 你不合理 你再说了 别老瞎猜啊 什么事 你别听了 啥瞎猜啊 我二姐夫都给赵铁丹寄东西 不行我得给我二姐打电话 别别别 就你二姐的脾气来了 都不得疯啊 要是他俩出问题了 我们全家都得疯 起开吧 不是 你冷静了 来二姐啊 你赶紧到我们去办公室 哎他快点有急事 哎 完了 这下费了 他二姐的驴脾气上了 我跟你说 那办公室不得给我拆了我 啊 来了以后稳住他 细着聊 慢着问 啊 这个相信我 一会就看我的指挥 我 来进行谈问 不有那么句话吗 真正的高手 在民间 此外 有个侦探 叫福尔摩斯 我 就是国内的侦探 福尔摩脸 三点 你 你啥的 我叫国家摩脸呢 二姐你来了 我跟你说啊 没事 没事 二姐没事啊 来 请坐 有几个问题 需要你配合一下 啊 请坐 行 你说 来 说吧 说啥呀 你问呢 还没问呢 很冷静 头脑很冷静 但是我相信一会儿 二姐你一定会暴躁 问就问呗 坐这儿问呗 因为我回家还得带孩子去 好 我问你 我问你 饭大爷最近好吗 啊 孩子最近好吗 啊 晚饭吃的好吗 啊 姐夫怎么样 你有病吧 你小脸啊 啊 我是要暴躁了 你要干啥 你疯了啊 你疯了你啊 看着吗 这阵子高层 在明天 这小脸 小脸 来来来来 快点来 我告诉你啊 以后咱家那个保鲜和余小脸都多少来 就你 余小脸你别别整没用的了 二姐 我问你 你知道我二姐夫在哪吗 知道啊 你不也知道吗 不在广州的吗 你知道她住哪吗 哎呀 天天给我发视频聊天 而且住的地方还不错呢 就是那个广州凤凰阁宾馆22房间 对上来 对上来 小个大跳 大跳 这个 二姑你看看 哎呀 这都在情理之中的事 哎呀 我不用看 二姑你好好看看你 哎呦 我看看干啥 我不知道里边是啥 不就是包吗 你二姑没创意 不是 二姐 你看看吧 我们都想看 好迪了今天是 行 我就给你们三个单身青年啊 看看我们已婚人生的幸福 行 看看 来 看见了吗 寄贱人 我们俩的爱成 再看记件地址啊 广州凤凰阁宾馆2222房间 一本二 知道啥意思吗 一炸 我炸死你 代表爱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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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鱼子嘛 再看收贱人 臭铁丹 我干啥叫啊 二姐 你看我给他送去 我干啥去 我告诉你 这是我第一天当面跟他说 什么玩意都给你们弄东西了 哎呦 我的前世伯 二姑消气 二姑消气 我给他生儿育女 我给他看家 我愿他给别的女人送东西 冷静啊 我怎么冷静啊 那什么 二姐 你想想啊 这个事儿 不见得是真的 对不对 对对 他没够死 你信我的 因为我是福尔摸裂 我会破这个案子 我一会儿给他打电话 让他过来 咱们当面质问他 你看怎么样 行 就让暴风雨来的够猛烈些吧 我又不是没见过 就那小体格 我是不能破得了 就他那样的 我那妈还敢跟我俩抢包 跟我俩抢老公 我先生打电话 咱们笑 喂 你好 赵提丹女士 请你马上到我们物业办公室来一趟 对 这有您的快递 好嘞 我在这等你 搞定 马上就过来 但是一会儿来了 千万千万别慌 好不好 学美丽 戴二姐 上了个桌 后面给我藏起来 哇 你别不去呀 你想想 你要是当面的话 你问不出来 你得藏起来 你知道吗 相信 相信 夫妻之间就有信任 行 一条脸 我就最后勉强相信这一回 你干嘛去啊 藏起来吗 你藏起来吗 你藏起来 能装起你吗 你老藏起来 你得配合 行不行 配合大配合 好不好 妥妥必须就放心吧 好 保证配合好啊 你放心 保证给你配合 我来起开地 我是新搬到咱们小区的新连接赵铁丹 谁知道你叫赵铁丹 叫赵铁丹有啥可高兴的 你从你黑黑黑的 来 走了 走了 会挺拿的 铁丹呢 这是 您的快递 对 谢谢 啥意思呀 没啥意思 故意 新规定 凡是新用的快键 你都得在这个打开 反正我们也看看 对对对 新规定 我知道了 想要这个盒 卖纸壳是不 不是 你瞧不起谁呢 卖什么纸壳 卖纸壳啊 他们的公司吧 就是怕你乱撇 你知道吗 垃圾不分 对 对 我能分好 不是 那你这样 你先要取的话 你得核实一下 你的身份信息吧 对不对 这有侠可可贵的呀 我 照铁丹是我本人 这个是我的身份证 这个快递是从广州市 凤凰阁宾馆2222号房间 我亲爱的 凤凤 给我寄过来 你毛病吧 没毛病吧 冷静啊 冷静 这样啊 咱们 如果要是说 我有个其他请求 就是因为你看啊 我们俩也都是单身 对对对 既然你的疯疯这么爱你 我们想看你俩是咋疯的 不是 你俩是咋呀 对吧 想学习 学习 学习的啥呀 对对对 看看 行 今天呢 我就当着你俩的面 秀一声 来 来 来 我们转开啊 你看 这玩意不厉害 来 来 这是我最喜欢的宝宝 那还是我最喜欢的宝宝呢 嫂子你怎么在这了 什么玩儿嫂子呀 她还叫我嫂子呢 我过两天也叫你嫂子了吧 嫂子你这话啥意思啊 啥意思 我祝你们幸福啊 能够到你的宝宝 我真是太开心了 嫂子 过几天我们要结婚了 结婚那天 你可一定要到场啊 嗯 我姐到场 她得抱我儿子去呢 我儿子给你当花头 我给你当花娘得了呗 真的呀 太好了 我一直就这么合计的 没好意思跟你说 谢谢嫂子 行 我祝你们姐这份宝宝 太过分了 不找铁蛋 什么人你 我跟钱走 哎呀 哎呀 还装不知道 是吧 哎呀 我最喜欢的宝宝 我最爱的宝宝 要过来送给你 凭什么呀 不是你是谁呀 哎呀 嫂子你误会了 我说的那个 我亲爱的芳芳 是我的男朋友 陈小枫 看你啊 合计啥呢 我跟你说 那我跟陈小枫能好 还是钱总 给我俩介绍的呢 这不俩人 一起去广州出差了吗 为了节省经费 所以住在了一个房间 看你合计啥呢 而且嫂子我听说 这次的事情 好像不是很顺利 本来说今天就要回来 但是钱总啊 这一着急一上火 就生病了 都树叶了呢 他生病了 没跟你说呀 哎 这嫂子 这个钱总肯定是怕你担心啊 怪我怪我 这我多嘴 小点儿 哎 对我 怎么来这么多人 啊 哎 二姐照一下这啊 这个是钱总给你游的快递 啊 这钱总才出门几天呢 就给你送礼物 这真好 来 帮你帮我打开 来来来来 这 整醋了 往前我逛你以后 你别瞎猜 你不破破脸了 你不别闹了 我正是不太绝 你吗 我最喜欢的包 哎 小子 里面还有一个卡片 啊 媳妇啊 我得过两天才能回去 这边谈判特别顺利 我在这边挺好的 就是想你 想你 想孩子 想咱们这个家 这个包送给你啊 作为结婚今天日的礼物 咱刚刚有了孩子 我呢 就工作一直忙 不能在家陪你 我就感觉特别的对不起 等老公把这份生意谈成了 回去给你带更好的礼物 别想了啊 爱你的小芬芬 喂 老公 你病了 你先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你听我说 老公 你怎么那么不会照顾自己啊 你说你要病了 我跟儿子怎么办呀 还有 就是我得跟你道歉 你在外边那么忙 我还在家里给你添乱胡思乱想的 我对不起 老公 我爱你 我最爱的 老公 老公 鲊 小芬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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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mily